今年夏天的Fantasy on Ice 商演中,当主持人问及雨生结弦,对于雨生选手来说花样滑冰是什么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不想轻率地说出花滑是自己的人生,也不想轻率地说出花滑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话。 今年北京冬奥结束之后,回到仙台,三月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最先想要保护的还是我的冰鞋。 虽然当时也意识到很危险,但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冰鞋,鞋子安全无鱼的时候,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果然,冰鞋是这样的存在呀。 一直以来,让雨生结弦由衷发出感谢的,有支持她的冰迷们,有一路相伴的梁石艺友们,有承载她梦想的白色冰面。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真正让她实现她的花滑之梦的冰鞋。 因为要在旋转,特别是跳跃落冰时,承受选手身体重量数倍的冲击力。 花样滑冰选手的冰鞋,可以说既是选手们的软肋,更是盔甲。 花样滑冰的冰鞋外表非常坚硬,而且沉重。 要足以支撑落冰时,对身体的巨大冲击力,尽可能地保护选手的关节等部位。 虽然内力仍然是柔软的,能够吸收冲击力的内衬。 但选手们和新鞋之间,依然要经历痛苦艰难的磨合过程。 好不容易磨合好一双蹭脚的鞋,选手们是不会轻易换的。 如无意外,也没有人会在正式比赛时穿备用鞋,甚至是新鞋。 这也意味着,花滑选手们总是很宝贝他们的冰鞋,您就不换。 可承受着巨大冲击力的冰鞋,毕竟是一个消耗品。 特别是需要跳很多四周跳的男单选手中,依然有很多人半年甚至几个月就要换一双冰鞋,且常受新鞋磨脚之苦。 我们也常常会在赛季时看到类似这样的新闻,叉叉叉选手因冰鞋不合脚而失误,叉叉叉选手因新换了冰鞋而受伤。 怪鞋子嘛,可能鞋本身也有错,但确实和穿他的人关系更大些。 曾认真写下谢谢我的冰鞋们的与生结弦,也全心爱护着这位特殊的战友,也因而创造了可以三年不换冰鞋的奇迹。 北京冬奥时穿的是用了三年的鞋,平常冬奥时穿的是用了两年半左右的鞋。 与生结弦的这个回答是让同场的荒川静香和芝田信成都感觉是奇迹的存在。 冰鞋成了好朋友一样的存在,达成这个奇迹的不只是与生结弦对他们的精心爱护。 比如从小时候到这一次又经历地震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保护冰鞋,只有冰鞋我无法放手。 当然细节处还有,比如上冰训练表演时,为他们定制和考斯藤一致的鞋套,日常不穿的时候也要给他们匹配柔软又好看的毛绒鞋套,都是让冰鞋们尽量少受磨损的日常保护。 但更重要的,还是以正确的技术,正确的使用方式去延长战靴的使用寿命。 我自己在跳跃和落冰的时候,不是靠着鞋子的力量,而是靠着自身的力量和跳跃的类型,所以鞋子的损伤比较小,就觉得不用更换那么频繁也可以。 在这次做节目之前,在接受其他采访时,与生结弦也说过,自己的鞋子为什么可以持久不换的秘诀。 换句话说,冰鞋的使用状态是可以直接反映选手的技术水平的,不和别人比,就和与生结弦自己比。 青少年时期,在接受记者的跟拍时,他的冰鞋也被主持人近距离观察关注过,那时面对鞋子上的划痕,他很认真地说,这就是不擅长跳跃的证据呢,大概这里不要有刮痕是比较好的。 而现在十多年过去,再对比看当年的采访,和现在与生结弦的冰鞋,我们总会有两件事感慨。 第一,是现在的冰鞋穿得可真是精细,干净,不再有那么多不擅长跳跃的刮痕了呀。 第二点就是,与生小朋友,你的博物馆什么时候开呀,你已经变得超级超级有名了呀,快把那些流落在世界各地展览打工的,见证了你花花人生的冰鞋,考思腾,奖牌们收拢收拢,开一间超大超美好的花花博物馆吧,我们很想去参观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有个一样的感觉呢? 每当看到柚子在冰场上,那些坚定拼搏的视频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嫉妒他,而是赞扬,反观自己,总会感到振振的羞愧。 他那句,努力也许会说谎,但努力绝不会白费,深深地击毙了我。 每当自己懈怠懒,不知道该往哪走的时候,重复一下柚子说过的话,看一看倒下又重新站起来的英雄。 便会觉得元气满满又有了干净。 没有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哪怕他是与生皆闲。 但正因为他是与生皆闲,他才可以反败为胜。 突破困境,锤炼传奇,成为人们的榜样。